我有才 刚才第一环节我们也了解了 您和先生呢 是这个有唱歌的爱好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看你们两个夫妻 还有这样的爱好 有没有想过搞一个 类似组合什么的 对 我们两个就是 我唱歌 他给我弹琴 我们有个名字叫 寒冬腊月 寒冬腊月 这门给我起得太冷了 为什么叫这门 辣椒有什么故事呢 那个辣 辣椒的辣 辣椒的辣 寒冬腊月 那今天寒冬腊月组合 来到非你莫属 您二位直接给我们带来 一段精彩的表演吧 我相信这是我们 还有电视机前 所有观众朋友 都特别期待的 大伙 大家说对不对啊 好 我在江边把歌唱 看那江水有多长 看那江水有多长 请你们把我也带上 再看看两岸的桥模样 写一首小曲儿二人唱 弹琴说爱老家长 抓一把高粮撒酒缸 随一个风声天面唱 离家的路不管有多长 别忘了咱家的豆花香 等我的姑娘记忆欣赏 幸福满天时参加乡 写一首小曲儿二人唱 弹琴说爱在老老家长 抓一把高粮撒酒缸 随一个风声天面唱 离家的路不管有多长 别忘了咱家的豆花香 等我的姑娘记忆欣赏 幸福满天时参加乡 幸福满天时参加乡 好 再次感谢寒冬腊乐组合 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精彩演唱 这歌叫什么名啊 我第一次听 幸福家乡 是你们二位原创的吗 不是 我们原创歌曲叫 美丽的家乡 美丽的家乡 我们有原创歌曲 你们也有原创歌曲 谁来创作啊 是那个我们共同有一个朋友 我们一起来研究的这首歌啊 说实话 我有点怀疑你们的动机 就是我能理解你们回归职场的 这种心情 但是你们回归职场的 这种求职的 好 不知道 我是游戏地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比如说面试一家公司 没有说去跟老板谈的时候 多多益善的这个薪资的 我觉得其实首先 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肯定是正确的选择 但我觉得呢 其实刚才大家质疑 你说你没有做好准备 我觉得其实主要原因 是来自哪呢 是来自于你已经 有差不多十多年 没有在真正的职场干过 所以呢 其实可能你来之前 你是想有了决心 或有了想法 和有想法想来去找工作 但行动上 可能确实做得不够多 因为我们确实企业 在企业里面找歌手的职位 是比较少的 但是你可以看见优点 你在以前你做过这个质检的 对吧 然后你平时你性格也比较好 然后你又会唱歌 那其实你可以挖掘一下 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职场当中 什么样的岗位 是你比较擅长的 比如说我觉得行政工作 你是不是可以做 因为行政工作 你可能也会协助 就是HR做一些这个 公司的员工的工作啊等等 对吧 你可以朝这边去想一想 我感觉 姚荣 我就觉得 一个四十三岁的人 还有你教他怎么样去做事吗 还要去 还要让我们这些人 可能有些人都没有他年纪大 去教他怎么样去做职场选择 我是这样的 不觉得太搞笑了吗 潮汐 你听我说 是这样的 他其实没有职场的经验 他是很早 在那个年代的工厂当中出来了 自由职业很多年 现在他想找一份 稳定且收入也稳定的工作 然后能够迎接自己生活当中 未来出现的一系列的这些变化 是吧 能让自己更稳定一些 所以他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他真的有可能和刚毕业的大学生 差别不是很大 大老师 但是我想代表这个HR 这个角度来讲一下 因为这次我确实要顶一下 曹总的 因为对于张琪来讲 他属于是职场里 有一定经验的人 我讲的是他从高中毕业 开始到现在为止 一直在社会当中去打拼 他就应该有社会阅历 那如果我们把它拉到 大学生的水平上 这是我们舞台的包容 但是社会不是这样的 但是雅瑜我特别 我也想请教你一下 那如果是说 我原来就是在做自由职业者 我现在就想回归职场 难道的话 我就不可以这样选择吗 当然可以选择 你的动机没问题 但是你得做好求职前的准备 所以说职场需要什么 第一是你明确自己的求职目标 你到底你今天的能力素养 能到职场找到一份 什么样的工作 第二点就是你要明白 你的能力素养 对应的薪酬范围是合理化的 那这两点你完全没有准备 即使是一个大学生 也应该做这个准备的 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这个是要站在职场的角度 但实际上今天的张琪 其实他本身就不具备 身边有这样的人的 就是有能力这样的人 所以今天其实这样的选手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我希望各位企业家 能够去根据他的情况 来告诉他职场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这双方匹配地做选择 我想从中年职场人来讲 其实如果说我们在青春时期 拿你的兴趣和热爱挣了快钱 但是没有在中间的阶段 做你赛道的专业积累 比如说你希望在演艺界发展 那你就应该积累你的专业功底 但是到了中年时期 你有球稳定的时候 稳定是建立在有专业能力基础之上的 所以你要看你拿哪个方向 来去做球职 这个很关键 这样决定了企业来给你 开什么样的薪酬范围 这样吧 接下来我来问张琪几个问题 就是我问您的问题 可能会对刘登的企业家 对您的判断会有一些帮助 就是您跟丈夫出去参加各种演出 你们除了演唱之外 你还承担了哪些工作 那个就是后台这一块策划 比如说我们这个会有一些演出活动 然后会策划一下帮着 然后就是说台前 台后 您指的策划是说 有这么一个活动 对 流程 然后你们一群人聚到一起 对 你帮他设立一个主题 就是流程 先怎么着 后怎么着 然后一步一步 流程的设定 对 包括我们去就是说 一些个公司会有年会 交易会 或者是顾客答协会什么的 就是我们会帮着他们去捋一下流程 捋一下流程 对 该怎么着 先演什么 后演什么 对 领导讲话呀 然后还有抽奖过程什么 好 那我问一下张姐 在你过去那么多年里面 你从那没有遇到过低谷 想要转行的时候吗 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低谷 就挺稳定的那种 你原来就是最高峰的时候 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你们两个人 三万吧 三几万吧就是 对 这已经是 其实是 就是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能坚持每个月都能 你们两个人能收入两万 我劝你们还是去做这个行业 但是我如果说你觉得 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还是要考虑 我还是 哪怕从一个比较基础的工作做起 因为在那方面 你真的是没有经验 上风 我觉得我毫不怀疑 他的求职动机 两口咱们飘很多年 现在需要有一个稳定 有一个继续是吧 继续坚持以前那些梦想 我毫不怀疑你的求职动机 我觉得没问题 大家不用太着急 别人生活也没问题 现在也风华正茂 年纪也不是很大 其实不管是行政 还是说大的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的企业文化建设 还是有的工会 都是适合你的 我觉得没问题 不是像潮汐想象的那么宅 接下来 各位刘正的企业家 根据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 求职者张琦的综合表现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吧 其实在大家对你来到这个舞台找工作 有没有做好准备和功课 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隐约地就感觉到 可能最后的结果会不太妙 也裹不出我的所料 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 企业家们提醒了对 当我们做出一个变换的选择的时候 功课也要一定做好 当然了 我们的企业家有很多很多 可能恰好今天 在场的十二位企业家 不能给你提供你希望的岗位 但是我觉得你从他们身上 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这个对于你来讲 我觉得远远比 做出一个选择要更重要 因为你在做出这次 来到非你莫属选择的时候 我相信也会征求别人的建议 所以说带着这些建议 希望您在做好自己现有工作的同时 能够早日找到一份 您想要的适合你的安稳工作 好吗 好 再次感谢寒冬腊乐组合 来到非你莫属 感谢我们的求职者张琪 谢谢各位企业家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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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